欢迎来到美厅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真相可能比想象中更残忍 上半年,婆家的奶奶过生日,酒是大寿,我们回了一趟家 酒席摆了八张桌子,名副其实的四室同堂 儿子们在张罗跑堂,孙子们在聊天叙旧 曾孙们围着饭店的空瓶,一圈一圈地追逐嬉戏 那场景很温馨,奶奶开心得很 她穿着深红色的新衣服,坐在饭店门口的长凳上 笑眯眯地看着后辈们热闹,老人们都喜欢热闹 《红楼梦》里甲母听戏都只听欢快热闹的曲子 因为晚年的生活多半是独孤的 就像婆家奶奶那样 在我印象中,她总是坐在大院里晒太阳 时间像凝固似的,不走,不动 奶奶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小半天 那画面像被定格了 我们洗完衣服,买完菜,带小朋友出去逛了一圈 奶奶还在那坐着,就连神情都未曾患过 沉默的,宁静的 我时常会想,那些晒太阳的清晨和午后 奶奶在想些什么,又或是什么都未曾想 时光已从头顶掠过 奶奶也曾有过青春,奶奶还曾是个能干的女人 听婆婆讲,年轻的时候,她一个人撑起了整个架 家里孩子多,吃不饱,她一边料理家务,一边下地干活 手脚力索而勤快,没有人不佩服她 可如今,再能干的人,也老了 老人最喜热闹,老人最怕分别 生日宴散,我和老梁要带孩子回城 奶奶来送我们 她站在车窗口,目不转睛地看着两岁的小曾孙 眼睛湿漉漉的,自言自语似的,一遍遍问道 下次什么时候回,多点回来看看 我说,奶奶,我们过两个月就回来 奶奶抹了抹眼圈,别等到过年才回啊 别等到过年 不知道为什么,听完那句话,我的鼻尖就酸了 外婆的晚年比婆家奶奶热闹了一点 她跟舅舅一起住 家里有三个小曾孙,都是鬼精灵的顽童 一起吵闹,一起玩耍 偶尔还会去找外婆要东西吃 欢声笑语不断 但外婆身体不太好 早几年摔断了腿 大前年又查出乳腺癌 做了一场大手术 风湿,头疼,肩周炎 就连感冒这种小病,对老人而言都是巨大的折磨 时常一场咳嗽,就是两三个月 我回去看她,她很开心 坐在房间的藤椅上,给我讲她日常的生活 她说,白天就在门口晒太阳 跟孩子们一起玩耍 晚上孩子们要看动画片 她就不看了 一个人回房间,泡上一壶茶 把两块小酥饼泡软 一点点坐着吃 酥饼吃完了,就该睡觉了 晚年的一切都像放慢了似的 大时代的日新月异 跟老人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力所能及的 不过是卧室到院子的距离 而外婆还有更沉重的心结 外公走了,她没有收入了 家里的子女都算孝顺 吃的,喝的,现金 都力所能及的给她老人家 但外婆好强 年轻时出了名的精明能干 一辈子没跟人说过软话 没求过人办事 如今要靠后人养着 就总有心理负担 生怕会拖累子孙 生怕成为一个累赘 为了不成为累赘 八十岁高龄的她 依旧抢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比如扫地或洗碗 甚至连身体不舒服 都总要到撑不住才开口 老人们怕啊 怕子女花钱 怕子女要请假 怕子女担心 原本风风火火的精明嘱咐 晚年变得沉默 寡言 有那么几次 外婆跟我聊到这些 突然就磨起了眼泪 现在的外婆 早不是从前的外婆了 爸妈如今快六十了 也不是以前的爸妈了 以前 我爸性子很暴躁 大魔王似的 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 去年 我接了她和妈妈过来住 顺便帮我照看下孩子 这一年里 她没骂过我一句 我说想吃什么 她第二天就张罗去买 老梁说给小孩子 看战争片不好 她果然再没看过 抗日神剧 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 到了某个年纪 父母的顺从是 卑躬的 讨好的 小心翼翼的 像想得到夸奖的孩子一样 先把东西捧到你跟前 再偷偷地抬眼打量你 即使你没开眼笑 她才跟着笑起来 这种讨好 令我心酸 我的父亲啊 他原本是个 专横霸道的人啊 最令我心酸的是 早几天 我们把换机衣服拿出来洗 他竟跟我说 你的衣服都是手洗的 怕机器洗坏了 穿了几年的旧衣服 不值几个钱 可爸爸就是怕 他怕他洗坏了 我会责备他 我宁愿相信他是老了 性子温和了 脾气变小了 也不愿相信 他是在害怕 害怕子女嫌弃 害怕自己成为一个累赘 但显然 关于变老这件事 正当壮年的我 所知太少太少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总以为 安享晚年 就是给他们足够的钱 让他们在家闲着 没事喝喝茶 打打小牌 带带孙子 就是最大的幸福 但如今我发现自己错了 对于老人而言 或许他们最需要的 是延续自己的社会生命 像青年人一样 去上班 去社交 去发光发热 去畅所欲言 可是这对老人而言 偏偏是最大的奢求啊 就拿我爸来说 他现在连去医院 都必须我们陪同了 不会用诊疗卡 不会用挂号机 更弄不懂一楼拿药 二楼就诊 三楼化验 四楼办理出院 一系列复杂的流程 他站在桂圆机的电子屏前 眼睛里都是茫然和胆怯 怕把机器弄坏了 怕把卡吞了 怕按错了密码 把钱全部锁死了 看到那样的父亲 我甚至会忍不住想 我们在路上看到的 那些慈眉善目的老人 到底是真的慈眉善目 还仅仅是因为老了 不得已换了一副面孔啊 对于衰老 我们一无所知 年轻人容易陷入一种偏执 认为那些脱离时代的老人 是因为自身的懈怠而被潮流抛弃 为什么有些大爷大妈那么洋气 另一些却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啊 就像你无法对一个古人说 缠脚是不对的 那却是犯法的 婚姻是自由的 一个人要获得超于他所在时代的认知 实在太难太难了 那是他们认定了一辈子的事 年轻人又要怀着怎样的自私 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 要像百里冲刺一样 不断跟上子孙的步伐呀 他们体力不济了 他们真的跟不上了啊 眼睛看不清了 耳朵听不清了 腿脚不便利了 就连牙齿都不好使了 正如张全灵在一档节目中说的那样 许多老人甚至不敢独自在家洗澡 因为害怕滑倒在厕所里 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那种恐惧和怯弱 我们依旧一无所知 我听过许多年轻人 畅想晚年 自由自在 游山玩水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状态 因为它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 有钱 有自由 身体健康 可总有一天连山水都看不动了 人缩成一个剪影 坐在角落里 坐在阳光下 耳边是子孙的家常 菜买多了 肉买贵了 饺子包露馅了 一切尽在眼前 一切远如天边 他成了一个局外人 作家淡报写老人的生活 做糯米偶 甜甜的并不爱吃 但这玩意极费时间 糯米泡发 一点点用筷子塞进藕里 做好了 天就黑了 做烙饼 不是一次性烙好了再吃 而是吃一张 烙一张 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用孤独这样肤浅的词 可以形容尽的 我们终将迎来自己的晚年 像我们的祖辈 像我们的父辈 我不知道那个时代 晚年生活会不会多姿多彩 养老院和科技 是否能排解一部分孤独 但在衰老还未来临之前 请努力活好每一天 以及多点关心我们的长辈吧 谅解他们的偏执 体谅他们的顾虑 如果他们愿意洗碗 就让他们洗碗 如果他们愿意做饭 就让他们做饭 工作的事 挑点好的告诉他们 子子孙孙 常回家看看 他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局外人 就不要再让他成为家的局外人了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